就这么高了 那就等你 ref都可以 你你不认识 你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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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带教练啊 嗯 第一场就碰上牧小冬 感觉如何 还可以 这两天 你家里人一直在聊你 聊什么 我姨妈很四伯 和贺老差不多 什么成王败寇 在他那里醒不通 很正常 总不能因为我现在世界台名高了 闯出名堂了 就对我突然改过来 认为成功了就是一个好人 这我也不信 我相信赛场上胜者为王 但我喜欢收一场那些 一样 想让大家对自己改观 靠说佩兰话是没用的 聪明人会观察身边人怎么做 而不是听人怎么说 你明白就好 我付出第一场比赛的事 在后台没有一个人认识 当时想找个人说话 第一个就想到了小谷 打给他 没和他说在哪儿 就说 我可能还是想打比赛 他当时挺高兴的 我就跟他讲 如果没有打出成绩 未来也会麻烦 你猜他说什么 说什么 他说 我追他的时候 只是一个穷学生 他也没有什么成绩 我们一起再差了 也差不过当初 最后的时候他还说 他的世界积分排名已经第三了 他的世界积分排名已经第三了 再差 我也是世界第三的男朋友 我妹是个宝贝 是个宝贝 找着他 是你的武器 没想到 第一场是和你打 六哥 加油 小六 你也加油 加油 走了 走 下注吧 看是哪个六个影 是北城的 还是东西城的 现在战绩如何了 还没开始呢 要不要一起看 前辈过来坐吧 好好好啊 这场比赛 我早就想看了 早上出来太着急 手机没带 应该快开始了 马上了 现场的各位观众 以及正在线上 关注本场比赛的小伙伴们 欢迎各位跟随我们的直播信号 来到中国苏州 关注本次斯诺克公开赛 中国战正赛的第一轮 今天的比赛 总共是有六位中国选手入围 首先 我们要向各位 进行介绍的是 主裁判 来自中国的 国际级裁判 殷俊松 掌声有请 欢迎 欢迎李俊松 好 那接下来 你确定要亮相的是 来自于我们中国的 两位本土选手 首先要出场的是 林奕阳 有请 欢迎林奕阳 请 有请 欢迎林奕阳 请 那请接着要出场的是 来自中国的 孟晓东 掌声欢迎 欢迎孟晓东 有请 两位选手 已经来到我们的主台 准备进行比赛了 两位中国选手 我相信 大家都已经非常熟悉了 是的 孟晓东呢 给我们国家带来了 非常多的荣耀 当然林奕阳 在过去一年的比赛当中 获得了很多的胜利 两位中国选手 在正赛的第一轮相遇 大家在赛前的关注度 非常的高 我相信两位选手 能够有非常精彩的表现 不负重挂 是的 我本人也是非常非常的期待 那在此也是要提醒 我们现场的各位观众 为了给大家营造一个 良好的观赛氛围 在观赛的过程当中呢 请大家不要来回的走动 同时呢 请您将您的手机 调至静音模式 在您进行拍照的过程当中呢 也请不要打开您的闪光灯 那我们的比赛即将开始 祝您观赛愉快 好 来 来 来 立康 你老师今天也来了 他告诉他我来了 还是 我来了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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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